梁洛诗与张家辉谈孩子教育,爆出于三子深厚情感。 最近因为了即将上映的大片《爆裂点》,张家辉与梁洛诗一同接受了《星岛环球网》的专访。 两人在访谈中,除了唱谈电影,还分享了他们身为父母的日常生活。 家辉哥表示,他家的小公主已经17岁了。 他笑称,尽管自己小时候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, 但如今时代变了,对待孩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动粗了。 这种包容的教育方式,也得到了梁洛诗的强烈共鸣。 梁洛诗现在35岁,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。 他透露自己的大儿子李长志14岁,正处于叛逆的青春期。 但梁洛诗表示,每当遇到问题,他都会与儿子坐下来好好沟通, 而不是采用打骂的方式。 因为那样只会让孩子更加逆反。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理解和包容,梁洛诗与三个孩子的关系都非常好。 上月当他宣布全面复出时, 14岁的李长志和13岁的双胞胎儿子都表示非常支持。 他们明白,当他们都去上学时, 妈妈一个人在家会感到孤单。 而且三个孩子还表示, 期待看到妈妈在荧幕上演绎更多的动作戏, 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很酷。 提到孩子,梁洛诗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 此时大家才发现, 过去给梁洛诗贴上的那些豪门气负、 神语机器的标签, 都是对他的误解。 事实上,梁洛诗早已在李泽凯的爱中赢得了人生。 如今35岁的他, 依然是人生赢家。 梁洛诗背后有公司的利魄, 自己的条件也十分出众, 他本可以在香港的娱乐圈中大放异彩, 但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。 正值青春年少的梁洛诗, 似乎对恋爱更感兴趣。 唉, 谁没有年少轻狂过呢? 2008年, 才18岁的梁洛诗就传出了一段震惊娱乐圈的恋情。 他的恋爱对象是其貌不扬, 带了他20岁的知名音乐人陈辉扬。 这对忘年恋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, 对梁洛诗的形象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 英皇公司看不下去了, 直接出招, 血仓, 来威胁梁洛诗放弃这段恋情。 在事业与爱情之间, 梁洛诗选择了妥协, 毕竟他还要养活家人, 失去英皇这份工作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分手后, 大家都以为他会专心于事业。 但谁能想到, 2007年, 19岁的他又在娱乐圈前辈的介绍下, 认识了大他22岁的李泽凯。 唉, 这小姑娘的爱情观真是让人捉摸不透, 或许是因为从小缺乏父爱的原因, 他在选择恋爱对象时, 总是有些剑走偏锋。 与李泽凯的相识, 无疑再次改写了他的命运。 现在回想起来, 如果当初梁洛诗能更专注于事业, 或许现在的他会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。 但人生没有如果, 只有结果和后果。 想当年李泽凯这位商界翘楚, 可是对梁洛诗一见钟情哦。 那时的梁洛诗外形出众, 身材窈窍, 性格活泼可爱, 谁见了都会心动吧。 而梁洛诗呢, 也是对李泽凯崇拜的五体投底, 两人这么看对眼,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 可惜啊, 英皇公司可不乐业了, 他们警告梁洛诗, 但恋爱中的女孩哪里听得进去。 最后英皇忍无可忍, 真的把梁洛诗血藏了。 这一藏让梁洛诗心生退意, 但英皇哪里肯放人。 他们为了栽培梁洛诗付出了无数心血啊。 李泽凯得知此事后还曾出面凯旋, 可惜英皇老板杨寿成是个硬骨头, 他放话说, 除非有人帮梁洛诗买断合约, 否则英皇绝不放人。 杨寿成这话其实也有试探李泽凯的意味, 看看他到底能为梁洛诗做到什么地步。 事实证明, 杨寿成还是低估了梁洛诗在李泽凯心里的地位。 李泽凯带着律师团和英皇打起了解约官司, 最后更是豪制两个亿, 让梁洛诗彻底恢复了自由身。 离款英皇后的梁洛诗全心全意地陪伴在李泽凯身边, 哄他开心。 而李泽凯也对梁洛诗宠爱又加, 两人形影不离, 成为娱乐圈的一段佳话。 从豪门生于机器到自由女神的华丽转生。 曾经当梁洛诗连续为李家豪门生下三个继承人时, 无数人都以为他会顺利嫁入豪门。 但2011年, 他与李泽凯分手的消息震惊了娱乐圈。 分手时李泽凯大方地给了梁洛诗五一分手费, 保障了他未来的生活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, 他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了梁洛诗, 并承诺每年额外支付六千万作为抚养费。 拿着这笔巨款和孩子的抚养权, 梁洛诗选择做起了全职妈妈。 然而不娶梁洛诗甚至离开他, 其实是李泽凯对他最深沉的爱。 与其他豪门扩代相比, 梁洛诗得到的金钱是其他人无法逼拟的。 例如李嘉兴费尽心机嫁入豪门, 每年只能与丈夫共同领取两千四百万生活费。 这与梁洛诗的六千万简直是小屋兼大屋。 而且作为豪门的儿媳, 李嘉兴还要受到各种豪门规矩的约束。 而梁洛诗则自由得多, 他可以带着孩子去任何想去的地方,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。 随着孩子们陆续长大上学, 梁洛诗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 开始考虑付出。 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, 也是为了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, 展示一个独立、自主的女性形象。 情感纷扰中的娱乐圈女生, 梁洛诗的情感生活似乎也是丰富多彩。 2018年, 他与一位富商深夜外出吃饭的照片被媒体拍到, 两人举止亲密, 可惜并未修成正果。 但谁能想到, 这仅仅是他情感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。 虽然梁洛诗和李泽凯已经分手, 但他们之间有着三个孩子, 这使得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 李泽凯甚至将自己打造的那套打散养老的红木别墅, 让给梁洛诗母子居住。 这不禁让人感慨, 无论分手与否, 梁洛诗在李泽凯心中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动的。 而梁洛诗与李嘉的豪门联系, 也为他的娱乐圈之路增添了不少便利。 他的实力和表现也不容小觑, 从电影到综艺节目, 再到其他作品, 他的表现总是让人惊艳。 年底上映的电影《爆裂点》 更是让他的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。 这部电影的内容精彩绝伦, 票房已破三千万。 网友们纷纷呼吁剧组多做宣传, 多拍片, 不要埋没了这么好的电影。 可以预解, 只要后期宣传和拍片跟上, 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大爆。 而梁洛诗也将凭借着这部剧 在演艺事业上更上一层楼。 他的经历让人看到了 娱乐圈背后的真实与残酷, 也让人看到了 他作为一个母亲的坚强与勇敢。 时光仍然, 十四年过去了, 如今回想起梁洛诗当初的选择, 我们才发现, 他只生孩子不结婚的决定 有多么明智。 没有了航门扩台身份的束缚, 他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爱。 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, 让他更加充实和满足。 虽然梁洛诗没有和李泽凯林真结婚, 但他们在分手后, 依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。 毕竟, 他们有着三个可爱的孩子作为牛带, 这使得梁洛诗在李泽凯心中的地位 始终稳固, 外面的阴阴厌厌, 根本无法撼动。